来看社会新闻 学校霸凌事件再次发生 社交媒体疯传一则视频短片 短片中可见到 9名在技术学校就读的男学生 被4名怀疑是学长的男生 粗暴的拳打脚踢 一直殴打长达5分钟 被打的学生都不敢还手 甚至痛苦哀叫 短片是由一名Jurai Me的网友 在本月2号上载到链书 经过网友人肉搜寻下 找到该名身穿黑色背心的男生 是来自吉达州一所宗教学校的学生 不过击打警方的指案件 还在调查中 一切有待证实 一名妇女在河边洗澡时 被鳄鱼拖下水 幸好她临危不乱 以手指猛叉鳄鱼的眼睛 捡回一命 这起案件发生在古静斯里安曼省的河边 妇女的右侧腿部和右大腿 被鳄鱼咬伤 在脱险后 她忍痛自行游上岸 再向当地居民求助 就读吉隆坡交来一所国际学校的 16岁华裔少女 怀疑因承受不了学业压力 选择在雪州首邦市一间 著名国际学院附近的商业大厦6楼 跳下自杀 当场死亡 警方指出 死者邱伟尼近期 常常情绪低落 而且一直独自一人躲在睡房 拒绝与外人沟通 死者也曾在自己脸书照片中 提到已经转校 而且在新的学校 要完成很多功课 因此不排除死者 可能面对学业压力而寻死 更多新闻 请继续留守百个时事 请不吝点赞 咱们 这籽懒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